创王李自成冒着极大的风险,千里迢迢,越过了官军几百里地的银磊,来到古城,劝说张献忠二次棋。 真是巧极了,就在创王来到古城的前一个时辰,胡广徐难遇使林明秋也来了,他干嘛来? 自从张献忠假投降朝廷之后,那些明朝的官啊,全部放心,皇上呢,就更嘀咕了,所以派林明秋啊,来到古城探探虚实。 另外呢,还有一档子事情,什么事啊?就是同关南园大战之后,李闯王没耳了,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有人传说呀,说闯王到古城这儿来,还有人说张献忠把李闯王给藏起来, 众说纯云、朝廷毛了,所以把林明秋给打回来。 一则,看看张献忠是不是真投降,二则呢,就是摸摸李自成的底。 再就是啊,敲诈勒索了,张献忠当着林明秋的面,说了一番话呀。 李自成绝不会到古城来 因为八年前 我们两个人闹过变呢 别说这人生死不支 就算他活着 他绝不能来找我 他要真来找我呀 我立刻就把他抓住 献给朝廷 话随时这么说了 张献忠也憋了一肚子的气 有打林明初的那个行员出来 回到自己的公馆 他越想越窝火 刚这么一进大门 由对面走来了一个人 谁呀 是他手下的大将 白文璇 文璇走在县中的跟前 趴到他的耳边 说了一句话 大帅 嗯 李闯王来了 啊 张献忠的心里头 跟他对着 嘿 心里说自成啊自成啊 你怎么单单这时候来呀 使得献忠 不能不替他捏拔冷汗 你要知道啊 胡广 虎广 寻暗 御史 林明秋 这个老混账东西 正在抓你呢 转念又一想 使献忠不能不佩服 李闯王的胆量 怎么办呢 张献忠一句话没说 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 好像文璇这话呀 他没听见 赵就昂着手 大踏步的往里走 献忠为什么不说话 不能说话 身边还有一帮人呢 这要走漏了风声还了得 当走到二堂 只剩下几个亲兵了 献忠才一把手 把白文璇给拉住 文璇 闯王他在哪 大帅 闯王在城外呢 只是把上勇老医生 给派进来 哦 是那神医上子明 他在哪呢 我把他安排在后花厅了 做得对 快跟我来 当献忠来到花厅的恩前 老神仙上子明 已经在阶下迎后了 看献忠来了 他敢难过 攻身十里 还没等行在的礼呢 张献忠一把手就把他抓住了 哎呦 子明 你这是从哪儿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嘿嘿 自从你们在东关南原大战之后 我听了好多不愉快的消息 我不断派人去打听 什么信都没打听出来 哎呦这着急哟 还有的说 李闯王已经阵亡了 我根本就不信 虽然不信啊 可是我的心里 就像压上一块石头 你瞧瞧 今儿也想明儿也盼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子明啊 是传完了吗 大帅 您容我慢慢向您回禀 您一向可好吧 我好着的呢 大帅放心吧 我们没完 还没完 没有 哎呦 大帅 只要有自成在 我们就永远没个完呢 嗯 这话说得好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到花听懦诵 吩咐人 白酒 酒宴摆上来 一边喝着酒 一边谈着话 上次明就把同关南原之战的事情前前后后 都跟献中说了 说到高夫人失踪 闯王的女儿也找不见了 献中叹了一口气 哎 这自成啊 真是 怎么能让李嫂子 跟他分开打呀 让嫂子应该和这精兵在一块 咱们能叫他单人独马的 都党一面 哎 子娘 这回你们到这儿来 带了多少人马来啊 亲兵五十 就带这么几个人 几位大将军都谁来了 大帅 谁也没来 就带来了两个小将 双喜和张难 哎呦 跑这么远的路 交代了两个小猴儿 这自成可真有意思 话刚谈到这儿 莲蓉这么一条 由外边进了一个人 四十来岁的年纪 七尺的身躯 面皮微黄 这人生就着这两个眼睛 特别 黑眼珠望上翻着 据说有这么一种老虎啊 是黑毛白脖 叫吊金虎 这路老虎特厉害 这人就长这么俩眼睛 一部黄胡须在胸前飘洒 此人是谁啊 他是张献忠的军士 徐一贤 献忠一看 哎来得正好 军士 来来来 我给你引荐引荐 这就是我常跟你念叨的 闯王李自成 回下 神医上穷 上子民 嘿 有名的老神仙 那一道才高明呢 守道病途 是起死回生 当年我和自成在一块的时候 我手下的将领有好多 都是老神仙给救活的命啊 这人这本事大了 神医华佗 不露他 你别看车管里 背着个葫芦 整天满事转悠 他不露我们的上子民 那会儿要有上总 上子民在 车管里那条腿啊 早就好了 徐一贤赶囊 大公使礼 哎呀 久仰久仰啊 温德大名 似轰雷贯儿 浩月单空 今日一见 徐某三生有幸 上子民赶快还礼 岂敢岂敢 哎呀 您太夸奖了 区区上子民 合足挂齿 合了得了得了得了 多坐下吧 别这么客气了 又久仰又区区了 来 欢大杯 徐一贤啊 刚从林明秋的那个行员来 他还在那喝了一顿酒 因为林明秋手下有个亲信幕僚 跟他是朋友 在喝酒的当中就跟他说了 说你帮着张献忠啊 想方设法 一个是把李子成的下落打听着 一个是把李子成抓住 那你可就了不得了 只鸡鸭关近路 他带着几分醉意 回到了公园 一进门就听说这事 说李闯王来了 把徐一贤给乐坏了 他干嘛就赶着花听着 坐这喝酒啊 那是应酬 上子民和县中 他们喝了半天酒了 奇怪的是 县中一个字也没提 究竟把李闯王安排在哪 他也不喂也不打听 说这人现在在哪呢 离城多远呢 是接近了呀 是安排在城外边 哎呦 上子民心里和他办合计了 是不是 张献忠不欢迎自成来 这次 恐怕来得不妙吧 其实啊 不是这么回事 张献忠自从听说李子成来了 他这脑袋就没闲着 安排在哪合适啊 他也在想呢 要是保险 平安 平安 应该安排在城外边 可是安排在城外 魏勉娇自成有点小看自己 他还许想自己是真心归顺的朝廷 有点害怕林明雄 应该把他接近了 接近了 可太危险了 酒过了三巡 菜过了五位 子民啊 来吧 把这杯干了 咱们好去接自成 诶 真格的军事 你来得正好 我问问你 李自成来了 你说把他安排在哪好啊 大帅 以我之间就把他安排在城外的一个村子里吧 多派兵将加以保护 为什么那样呢 那样平安的 不 我就要把他接的城里来 还就接的我的公馆这住 我看他们敢把李自成怎么样 哎呀 大帅 那可使不得呀 因为这咫尺之地 就是林明雄的行员啊 哎 对了 我就是为给他个样瞧瞧 而且我还要把自成安排在我八夫人的小院里的楼上住 我看他能讲我如何 徐一显听到这儿 心里边冷笑了一声 哼哼 他心说 县忠大帅 你的这妙策 不用跟我使了 我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 你这是想来个官圣门杀鸡 叫李闯王 叉翅南飞呀 他们吃喝完毕 县忠吩咐 背忙 他带领二十亲兵 来到城外 悄悄的把闯王给接进了古城 县忠安排的不错呀 怎么安排的 把闯王带来的那些亲兵 都安排在城外他的营房里 就让闯王带两员小将和老神仙 来到张县忠的公关 还在花厅这儿 擦脸 树口 喝茶 吩咐人 白酒 就在这个空档 县忠上了一趟厕所 徐一贤也跟来 他站在外边等着 县忠一出来 他赶忙赢过来 大帅 你站着干什么 我等候您 有什么事吗 徐一贤的眼珠一转 往寺外看了看 死之为 遗人没有 他往前凑了凑 大帅 您打算怎么下手啊 张县忠一愣 他一把抓住了 这图示 要和县忠在一起 待长了的人 都知道他这习惯 张县忠的七情六欲 几乎都从他的胡须里 就表现出来了 比如说 他这么一涌燃 他生气了 他一推燃 这事就不这么办了 他揪着胡子不撒手 那他是在考虑重大问题的 当考虑成熟的时候 他把这大拳头往下 这么一吹 这事 就这么办了 你说什么 下什么时候 徐显不敢贸然说出来 大帅 林明秋大人 林明秋大人 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跟我说什么呢 说让您想方设法 抓住李自成 你怎么知道的 哦 是他手下一个幕僚 跟我说的 嗯 这么说 咱们就应该 把李闯王 神魂锁绑 先给朝廷了 徐显一瞅 张献忠的脸色不对 他没敢接着往下说 他把这话题 转了一下 哦 不不 大帅 您和李自成闯王 一同起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那要让一些 起义弟兄们知道了 会多么寒心 这不结了吗 那你干什么呀 哦 我是说 虽然不能把李自成 献给朝廷 可是 大帅您也不能 就这样轻易的 将闯王放走啊 为什么 我记得 您跟我说过 将来与您 争天下者 只有李自成 一人 这次他千里来头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缘啊 好像是老天 把李闯王 赐给了您 我看您就把他 杀了吗 杀死闯王之后 将来推倒了明朝 天下 皆归大帅 旗帜所指 谁敢不服 古人说 双雄不能并立 常年到天无二日 国无二君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啊 啊 心中大瞪着两个眼睛 一手掠头须 一手握着宝刀 目不转睛的 看着虚线 他心里在想啊 李自成 丁拜来 偷我 这是看得起我 信得过我 不错 将来李自成 是要和我争天下 可那还远着呢 现在自成 正在危难之中 我要是 趁他之尾 落井下石 杀了他 会不会 上天下一世之心呢 他刚想到这儿啊 片中就好像看见 看见闯王李自成 和老神仙的尸体 一句句摆在着他的跟前 张献忠这一犯犹意 徐于贤也看出来了 大帅 您是不是 怕伤天下意识之心呢 落一个 不好的名声 那不要紧 您就把这事情 交给我做吧 我可以悄悄的 用酒把李闯王灌醉 然后我讲 这一干人是全部活埋 俗话说是无毒不丈夫啊 自古争天下者 兄弟父子之间 都互相残杀呀 何况您和李自成是朋友 唐太宗曾杀死了 他自己的亲兄弟 可是仍不失千古英主 光月史策 楚霸王在鸿门宴上 不忍杀害牛邦 后来被逼死在乌江 大帅起义至今 杀人无数啊 何必在这一个人身上 犹疑不决呢 难道您还想 重蹈项羽之负责吗 徐一贤这几句话可挺厉害呀 说的张献忠 仰望 长空 唇音不语 大帅 您别犹豫了 要是你贴意 失良机 后必遭殃 带学生 去处置吧 说完了话 他转身就走 不词 在这一期 在这两点 失 чтобы 我们放弃 近 호 未经许 要心 一定